第3641章 遇破万龙印 万龙印 我就不信 不下几十个恒星年的万龙印能阻我 今日 我必要打开一条缝隙 击杀那个小畜生 一人族大能大吼 神力爆发 宇宙星空不断的炸裂 出现了大片虚无的场景 这等景象 实在太恐怖了 若是周围有星球 什么星球都要炸裂开了 好在 龙祖母星周围 早就没有星球了 而那个恒星与龙祖母星半生 非同小可 无法毁灭 龙祖母星外面 本来汇聚着无数身影的 都是来自各族的天骄 修为在神君四重以上的 准备下一次找机会进入龙祖母星的 不过 在一人族大能来了之后 他们早就退走了 退出去无穷距离 免得受到波及 空 一人族大能一对翅膀伸展开来 猛的煽动起来 顿时 无数金色的羽毛飞出 化为一把把金色的战剑 向着龙祖母星轰了下去 龙银之声 又响起了 更加的剧烈 无数条神龙身影浮现而出 将这些金色的剑光 都挡住了 给我开 一人族大能怒吼 双手一握 无数金色的剑光 汇聚成一把巨大无比的战剑 向着龙祖母星展来 他要将万龙印破开一道缝隙 只要破开一道缝隙就够了 破开一道缝隙 他有一百种仿佛可以击杀路鸣 但是 他显然小看了万龙印 吼 一声剧烈的龙银响起 一条巨大无比的九爪神龙身影凝聚而出 浑身仿佛是凝实的一般 如一条真正的九爪神龙 栩栩如生 九爪神龙的龙爪抓出 抓在金色的战剑之上 直接将金色战剑抓住了 然后用力一捏 金色的战剑崩碎开来 化为能量散开 一人族大能身体一阵 不由的连连后退 可恶 一人族大能心里怒吼 他刚才几乎用出全力了 却依然破不开万龙印 甚至连一丝缝隙 都没有破开 义兄 让老夫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就在这时一道沙雅刺耳的声音响起 接着在一人族大能身旁 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同样巨大无比 庞大的身躯 挤压满星空 遮天蔽日 头下大片阴影 远远看去 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老者 身穿黑袍 浑身上下 有黑色的雾气不断的弥漫 巫族 是巫族的大能 有人大叫起来 简然 这尊巨大无比的身影 是巫族大能 与一人族那尊大能 同等级的人物 你也来了 来得正好 你我合力 破开万龙印巴 只要破开一丝就可以了 一人族大能道 好 一起出手吧 巫族大能沙雅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他直接动手了 只见巫族大能身体发光 然后 一道身影 从他的身体中爬了出来 这一道身影 长得如恶魔一般 这是一道灵魂炼制出来的灵魂傀儡 灵魂傀儡大吼地冲向了万龙印 同时 一人族大能 再一次出手了 金黄色的战剑再度凝聚而出 想要将万龙印破开一道裂痕 吼 龙吟之声再度响起 那条九爪神龙怒吼 浑身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冲向那只灵魂傀儡和金色的战剑 那只灵魂傀儡 直接和九爪神龙扭打在一起 炸裂了不知道多少虚空 接着 金色的战剑 斩在了九爪神龙的头颅上 哼 九爪神龙的头颅 直接被展开了 出现了一条深深的剑伤 炸裂了小半边 要剩了 龙族母心上 之前那些逃走的一人族天骄看到这一幕 狂喜起来 哈哈哈哈 老祖要破开万龙印了 陆明那小子 死定了 有一人族天骄大笑起来 那位一人族大能 是一人族里面一尊老祖之一 万龙印毕竟过去那么长的时间 已经虚弱 已经挡不住老祖的攻击了 看那小子怎么嚣张 一人族的天骄都是狂喜 不仅如此 那些与陆明有仇的种族的天骄 也是狂喜 陆明的脸色微微一变 不会真的能破开吧 陆明心里 也有些没底了 放心 凭这两个家伙的实力 还破不开现在的万龙印 吃海中 骨魔开口 你又知道 陆明有些不信 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这两个家伙实力虽然算不错 但是在我全胜时期 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们 骨魔不屑的声音响起 你这么强 你到底什么身份 陆明问道 他真的很好奇 骨魔的身份 以前他也问过 但是骨魔每一次都不回答 这一次也一样 我什么身份 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 你的实力太菜 明白吗 骨魔不屑的声音响起 陆明 不过听骨魔这样说 陆明总算放下心来 一路走来 骨魔说的话 还真没错的 清求之外 大战无比的激烈 一人族和巫族大能联手 终于将那条九爪神龙击溃了 许多人发出惊呼 以为万龙印真的要被破开了 但是 就在九爪神龙消失的那一刻 一只龙爪 猛然叹了出去 这一只龙爪 巨大无边 抓向了一人族和巫族大能 这龙爪 陆明眼神一鸣 这只龙爪和他当初进入龙祖母星时 最后遭遇的那只龙爪一模一样 不过 现在这一只要大无数倍 威力也要强无数倍 哼 这只龙爪抓出 那个灵魂傀儡直接被抓住了 嘎嘎嘎 灵魂傀儡发出刺耳的叫声 疯狂的挣扎 那个灵魂傀儡实力何等强大 刚才众人已经见识过了 但是现在 却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不好 快助我一臂之力 巫族大能大吼 脸色难看 不断的催动神力 与灵魂傀儡合力挣扎 同时 一人族大能也出手了 金色的战剑 斩向龙爪 但是 金色的战剑 还没有斩到 龙爪就用力一捏 碰得一声 灵魂傀儡直接炸裂开来 扑 巫族大能似乎遭到了反噬 身体大震 可血而退 龙爪捏爆了灵魂傀儡之后 一转之下 继续抓向那把金色的战剑 第3642张大能的一个条件 龙爪抓向了金色的战剑 一抓之下 金色的战剑直接崩溃看来 然后 龙爪不停 继续向着巫族大能和 一人族大能抓去 龙爪越变越大 到最后 仿佛完全将巫族大能和 一人族大能笼罩进去 要将他们一把抓死似的 挡住 两位大能大惊 幕后一声 一起出手了 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轰向那只龙爪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响起 绚烂的光芒 弥漫八方 最后 两道庞大的身影向后暴退 是一人族和巫族的两位大能 他们身体暴退 亮亮呛呛 口中不断地喷出鲜血 脸色无比难看 无比的震惊 吼 龙吟之声惊天地 那只龙爪 继续向着一人族和巫族的两位大能冲去 走 一人族和巫族的两位大能 丝毫不敢停留 身形移动 消失在空中 居然直接退走了 不敢停留 这 龙族母心上的各族天骄 看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情况变得还真快啊 之前 他们还以为 一人族和巫族两位大能能成功呢 没想到下一刻 两位大能直接被击伤了 丝毫不敢停留 直接逃走了 特别是那些一人族的天骄 还有与陆明有仇的天骄 无比的失望 呼 陆明常常呼出一口气 心里的大石头 放了下来 刚才 说不紧张 说没压力 那是假的 那可是巫族和一人族中的老祖籍人物 顶级的高手 即便在整个洪荒宇宙 都算得上赫赫有名 修为绝对在神皇之上 这种强者 即便有万龙印阻隔 依然带给他很大的压力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这种人物面前 若是没有万龙印 对方一口气能吹死他十次一百次 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现在 放在整个洪荒宇宙之中 还很渺小 还很弱小 但是陆明有信心 只要给他时间 他会很快的成长起来 最终 将这些他现在无法匹敌的存在 踩在脚下 龙祖母星里面的各族天骄听着 谁要是能击杀陆明 老夫答应他一个条件 只要我力所能及 定会帮他办到 忽然 一道声音 从茫茫宇宙传了过来 传遍了龙祖母星 是一人足那位大能的声音 所有人一下子判断出来 然后 许多人的眼中 开始火热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望向陆明 充斥着炙热的光辉 只要杀了陆明 一人足那位大能 就会答应那人一个条件 只要那位大能力所能及 都能办到 这个条件 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 一人足那位大能 何等身份 何等修为 他的一个条件 价值高的无法想象 许多人望向陆明的时候 充满了杀机 想要杀我 就要做好被我杀的觉悟 陆明手持霸神枪 战役冲销 目光如电 扫尸四周 那些被他扫到的人 心跳加速 不由的连连后退 这时 他们才想起了陆明的恐怖 之前那些想杀陆明的 现在都死了 就连雷一 都被击杀了 他们能对付得了陆明 当然 现场他们人数很多 不乏一些顶级的妖孽 已经突破到神军四重 甚至神军五重的 他们这么多人一起上的 用人海战术 也能灭掉陆明 但是 谁先上呢 毫无疑问 先上的人 最危险 多半会被陆明击杀 都想让其他人先上 所以一时间 根本无人动手 看来是不敢动手了 陆明冷声道 声音中带着淡淡的嘲讽 然后转身大步而去 他走过的地方 各族天骄根本不敢阻拦 纷纷散开 给陆明让出了一条道路 很快 陆明就消失在这里 一人足大能的一个条件啊 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溜走 有人不甘心道 那有什么办法 陆明此人 实在太妖孽了 只是神君三重 就强成这样 你要是敢上你上 我绝对不拦着你 还是你上吧 我也不拦你 众人打了一下嘴炮 自然没有人敢追击而去 我们不是陆明的对手 不代表没有人能杀陆明 不要忘记了 三十几年前进入龙祖母星的 可不止雷一亿人 忽然 有人冷悠悠的开口 众人心里一阵 不错 三十几年前活着进来的天骄 可不止雷一亿人 一些顶级大族 都有天骄活着进来 走 我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传出去 自然会有人去要陆明的头颅 走 很多人开口 纷纷动身离开了这里 陆明离开了苍浪湖之后 并没有返回黑龙谷 一人足大能许下天大的好处 让人杀他 之前没有人动手 保不准后面没有人动手 还有 就是三十几年前进入龙祖母星的那些天骄 通过与雷一一战 陆明清楚地认识到 这些天骄的可怕 这些人 早进入几十年 一个个修为深厚的难以想象 雷一 并不算顶级妖孽 都这么强大 若是来几个顶级的妖孽 陆明真要不是对手 又或者 来一个神君七重的存在 陆明也只要乖乖跑路 所以 他如果返回黑龙谷 说不定会连累黑龙谷的人 他人不在 至少会好一些 不久之后 陆明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 有一条地缝 进入地方 发现下面有一块颇为宽阔的地下空间 盘膝而坐 陆明手中出现了几十个储物戒指 都是从一人族那些天骄那里得到的 陆明首先拿出雷一的储物戒指观看起来 一看之下 陆明眼睛一亮 果然有收获 一些普通的炼器材料 丹药 神器神经等 陆明直接忽略 目光落在一些神药上面 足足有几十株神药 一株株生命能量 极为浓郁 有一大半 居然都是对神皇境有用的神药 这种神药要笑惊人 神君竟很难练化 所以雷一才流了下来 另外 还有生元草和天元果 生元草 一共七株 天元果 一共十五个 分别放在两个晶莹剔透的箱子中 大收获 绝对的大收获 陆明眼中 绽放出炙热的光芒 第3643张海底龙宫 那些神药 陆明暂时炼化不了 但是生元草和天元果 却是可以炼化 能让陆明的战力 提升一些 陆明推测 雷一之所以留下了 这些生元草和天元果 那是因为 他到了一个瓶颈了 雷一的本源神力因子 已经六次觉醒 再上一步 便是七次觉醒 六次到七次 难度太大了 绝非五株生元草 能够办到的 另外 雷一的本源秘术 斩断了两道枷锁 但是要斩断三道枷锁 也绝非十五个天元果 能办到的 所以 雷一才留了下来 当然 这只是陆明的猜测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呢 不过不管什么原因 现在都归陆明所有了 炼化 陆明调息了一会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然后拿出一株生元草 吞了下去炼化起来 当五株生元草全部炼化之后 没有丝毫意外 陆明最后一种神力 也达到了五次觉醒 这样一来 陆明的十一种神力 全部五次觉醒 非常平衡 炼化完生元草之后 陆明又拿出天元果炼化起来 时间一晃 变过去了两个月 两个月陆明已经将所有的生元草和天元果炼化完 最终本源秘书主宰之门也成功的斩断了第三道枷锁 这样一来陆明就有霸神枪 天邪之灵 灭风之靴 主宰之门四种本源秘书斩断了第二道枷锁 海底龙宫看来要去一趟了 陆明拿出梦幻神域看了起来 然后陷入沉思 这段时间 陆明隔三差五就会拿出梦幻神域 观看其他人的动静 想看看是不是有人找他要杀他 一开始 的确有三十几年前进来的天骄出洞 要寻找陆明 可惜没有找到陆明的踪迹 后来 龙祖母新出了一件大事 牵动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就是龙宫 有人在大海的海底 发现了龙宫的踪迹 龙宫是什么 传说中 在龙族全盛时期 龙宫是龙祖母星上最大的一个势力 没有之一 是龙族的真正圣地 统帅天下龙族 这个消息一出 顿时炸开锅了 与龙宫一比 其他神问遗迹圣地 那都相差很远 完全没法比 一想到其他遗迹中 都有那么大的机缘 那么 龙宫里面呢 所有天骄都沸腾了 龙族母新三块大陆的天骄 全部汇聚大海 想要前往龙宫 不过 龙宫前 有强大的海兽镇首 数量非常多 这段时间 各族天骄汇聚 据说连三十几年前进入的那些天骄都出现了 各族天骄联首 想要除掉那些海兽 进入龙宫 最近连番厮杀 杀了很多海兽 只剩下最后几种海兽了 这个时候 陆明决定出发 龙宫这样的地方 他是不会错过的 他现在修炼 需要的资源太多了 任何机缘 都不能错过 陆明直接动手 向着大海而去 梦幻神域中热闹无比 无数人议论 早就将龙宫出现的地址 讲得一清二楚了 越过无垠的大地 经过一番跋涉 陆明终于来到了大海 无边无际的大海 不知道有多么广阔 海浪呼啸 隐约中能看到体型巨大无比的海兽在翻滚着身体 龙祖母星的海洋 和一般星球的海洋不一样 一般星球的海洋 已经对陆明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但是龙祖母星的海洋不一样 依然给陆明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还有强大的压力 就像他在元界的时候面对海洋一样 深吸一口气 陆明冲了出去 向着目的地而去 数日之后 陆明停了下来 应该就在这附近一带了 陆明低雨 然后一头扎进了大海之中 大海深邃无比 特别这里是深海未知 随便一个地方 便深几万里 陆明一直往下 海底深处 已经漆黑一片 没有丝毫的亮光了 不过对于陆明来说 不是问题 神力汇聚双眼 漆黑的海底 依然如白昼一般 海洋中 不时有巨大的海兽游过 不过涉于陆明的威压 不敢靠近 很快 陆明就下潜了两万多里了 有人 忽然 陆明目光移动 不远处 有几道身影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并未发现陆明 难道在那个方向 陆明目光移动 他虽然知道大概的方位 但是具体地址 还不是太清楚 本来需要寻找一番 现在看到其他人 陆明自然直接跟过去了 陆明收敛气息 远远地跟在几人身后 海底世界 光怪陆离 炫目多姿 不过陆明没有心情观赏了 大约前行了几十万里的路程 人数渐渐多了起来 都是各族的天骄 一群一群 分布在前方的海域中 陆明并未靠近 选择了一个隐秘的岩石 藏身于后方 然后拿出梦幻空间观看起来 这里面 有他需要的信息 果然梦幻空间中 各族天骄正在讨论 原来 现在距离龙宫 已经不远了 但是前面还有海兽挡路 不过只剩下几种海兽了 一些强大的种族 打算联合其他各族 一起出手 剿灭那些海兽 约定两个小时后动手 陆明看了一会 静静地等待起来 两个小时 一晃而过 这时 各族天骄果然开始行动 汇聚在一起 向着前方而去 陆明远远跟在后面 前方不远处 是一条海沟 非常宽阔 巨大无比 各族天骄进入海沟 一直向前 不久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只只庞然大物 只只只 那些庞然大物 浑身火红 发出怪叫 向着各族天骄杀去 龙虾 那些庞然大物 居然是一只只龙虾 一个个身长百里 百里龙虾 沙 各族天骄野大吼 神力迸发 在漆黑的深海中 如一个个大灯泡一般 向着前方冲去 与那些百里龙虾 厮杀在一起 那些龙虾的战力 非常惊人 全部都是神军境的修为 有些战力更是强大 能与神军五重六重的存在厮杀 他们的虾须如蜂蜜无比的长刀 一扫而过 破开海水 有些天骄一个不慎 就会被斩为两劫 他们的虾钳子更是惊人 锋利无比 连神器都能加碎 第3644张金刚族天骄 这些龙虾不仅攻击力惊人 防御力也更加惊人 浑身布满坚硬的外壳 一些羞为弱的人攻击落在他们身上 只能留下一条条浅浅的痕迹 不过各族天骄加起来人数更多 数量比那些龙虾多了几十倍 而且许多大族部下战阵 威力惊人 所以一人有一只只巨大的龙虾被迫开防御 被斩杀于此 特别其中有些天骄 引起了路鸣的注意 这些人实力强大的惊人 往往一个人杀入龙虾群里 将一只只强大的龙虾斩杀 这些人没有一个弱于雷一的 有些甚至更强 应该是三十几年前进入龙族母星的吧 路鸣斯村 刺杀再继续 各族天骄明显占据上风 将那些龙虾一支支的除掉 大战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 所有的龙虾都被击杀一空 接着各族天骄继续前行 但是不久之后 又有大群的海兽阻路 这是一群巨大的螃蟹 体型比之前那些百里龙虾还要巨大 威势也更加害人 这是最后一批海兽了 击杀了这些海兽 就能到达龙宫了 冲啊 有人大吼 的确 从这里 已经能隐约看见前面 有一脚宫殿的模样 在海水中若隐若现 许多人的眼睛中 露出炙热的光辉 这可是龙宫啊 其地位 和如今的天使族 魂族等顶级大族的最高圣地一样 里面会有多少宝物 若是放在龙族全盛时期 他们根本进不去 若是能在里面得到一些机缘 定能一飞冲天 各族天骄心里火热 战役旺盛 疯狂地向前冲去 与那些螃蟹 厮杀在一起 这一次厮杀 堪称惨烈 这些螃蟹的实力 非常惊人 而且速度极快 在深海来去如风 各族天骄 开始出现大量伤亡 虽然 螃蟹也不断被击杀 但是各族天骄 也有被螃蟹击杀吞吃的 深海之处 血腥扑鼻 引来了许多巨大的海兽鱼类 不过这些海兽鱼类 实力有些弱 远远地感受到这边空位的威压 根本不敢靠近 逃之夭夭了 这一场厮杀 足足持续了几个小时 终于 各族天骄完全占据了上风 一只只螃蟹被猎杀 很快 螃蟹的数量就不多了 各族天骄 毕竟人数上占有优势 而且还能不下战阵 该出去了 露鸣低语 眼看螃蟹就要猎杀光了 再往前 就是龙宫了 这个时候正是出动的时候 不然晚了 就可能错过机缘 刷 露鸣直接冲了出去 冲入人群之中 许多人的目光向他扫来 顿时一惊 赤露鸣 赤露鸣 立刻 许多人惊呼 认出了露鸣 许多双目光 望向了露鸣 有忌惮 有火热 有杀鸡 各种情绪都有 露鸣有些无语 他就知道一出现 就会被认出来 会引起关注 所以才在这个时候冲出来 因为 神君静 是很难掩盖身份的 他想要一容 改变身形容貌 太容易了 心念一动 身躯就会改变 但是 神君静认一个人 可不是根据外貌去认了 因为随便一个人 就可以随意改变样貌 神君静认人 是根据生命本源去认的 而一个人的生命本源 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 露鸣就算易容 也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所以他干脆没有易容 躲在后方 现在才出现 秋 这时 一只巨大的螃蟹 向着这边冲来 一只长脚 划破海水 如一把巨大的弯刀 斩向众人 扑 一个弱一些的天骄 因为关注露鸣 一个不慎 被蟹脚划过 直接斩为两劫 蟹脚呼啸 向着露鸣 斩了过来 嗡 露鸣手中霸神枪出现 挥舞而出 击踪蟹脚 强大的力量爆发 蟹脚直接炸裂开来 雪白的蟹肉横飞 接着 露鸣冲了出去 速度非常快 一个闪身 就冲到了巨蟹的头顶 双手握枪 直接从巨蟹的头部刺了下去 巨蟹发出怪叫 庞大的身体剧烈的翻滚挣扎 慢慢的没有了气息 轻易击杀了一只巨蟹 露鸣向前踏步而出 迎向第二只巨蟹 这些巨蟹的战力虽然很强 但比起露鸣 还是有些距离 很快 第二只巨蟹 也被露鸣击杀 这个时候 巨蟹的数量越来越少 只剩下几十只了 战局已经注定 用不了多久 所有的巨蟹 就会被杀光 轰 就在这时 露鸣感觉侧方 传来剧烈的轰鸣 一股可怕的气浪 向着露鸣涌了过来 海水被压迫在一起 向着露鸣轰了过来 通袭 露鸣目光一冷 毫不犹豫 大神枪斜向着侧边刺了出去 轰 大神枪刺穿了被压缩的海水 刺在了一个金黄色的拳头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 进气席卷八方 方圆几十公里的海水 被轰开了 形成了一片真空 要知道 这里是几万里深的海底 而且龙祖母星上的海水 非常惊人 蕴含可怕的能量 绝非普通海水能比的 所以 在几万里深之地 海水的压力非同小可 可就是这样 两人碰撞 依然将方圆几十公里的海水轰爆了 由此可见一般 陆明感觉一股如山般的力量涌了过来 他身体一阵 向后暴退 好强的力量 甚至在雷伊之上 陆明心中移动 刚才 他仓促之下 并非用出全力 所以才会被对方一拳轰退 但是从那一拳中 陆明依然能感觉出来 这个攻击他的人 战力非常强大 因为对方 只是普通的一拳而已 陆明向着前方看去 看到一个身材极其魁梧 在三米左右 通体成金黄色 肌肉如金刚石一般的青年 这是 金刚族吗 陆明脑中转过一道念头 金刚族 他曾经也碰到过 就在太虚胜招勤天心欲 但是那里的金刚族 只是一个分支而已 而且血脉还不纯 与真正的金刚族相差很大 真正的金刚族 实力惊人 在红荒万族榜能排进前两百 而眼前的这位金刚族 显然是纯正的金刚族 肉身如金刚一般 第3645张海蛇 是金刚族的金岩 听说也是三十几年前 进入龙族弩星的 而且是一尊顶级妖孽 战力比雷一还强 看来他盯上路鸣了 正常 一人族大能开出了一个条件 谁不心动 估计其他三十几年前进来的人 也都心动 此周议论纷纷 你就是陆明 传说你实力多么强大 也不过如此 金岩冷笑 目光猙獰的看着陆明 你我无冤无仇 你要对我对手 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 陆明淡漠开口 哈哈哈哈 你以为能杀雷一 就能杀我 告诉你 我也能杀雷一 金岩哈哈大笑 望着陆明眼神火热 就像是看到一件绝世宝物一般 轰 他踏步而出 浑身如金刚一般的肌肉在颤抖 四周的海水 直接被排了出去 随着金岩的踏步 他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很快提升到顶峰 同时 他身上浮现出一件薄薄的战衣 将他全身都覆盖进去 这是他的本源秘术 他嘴上虽然轻视陆明 但是行动上 一点都不敢轻视 一出手就是权力 轰 一拳轰出 拳头前面的海水不断爆炸压缩 化为恐怖的攻击 轰向陆明 战 陆明长笑 丝毫无惧 这一刻 他也全力爆发 战刺绝武被战力触发 十八滴人使神血 激发 霸神枪斩断第二道枷锁的能量 激发 翁 霸神枪发出轻微的震动 周围的海水爆炸 形成了真空 接着向前扫了过去 空踢个 霸神枪第二次与金岩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这一次的轰鸣 比之前那一次 要强了十倍 海水被蒸发 可怕的力量冲击而出 形成了海底巨浪 周围其他各族的天骄 根本不敢停留 全部后退到很远的地方 两人对了一招之后 没有丝毫后退 又攻出了第二招 轰轰轰 两人的速度都快得惊人 瞬息间 就交手了十几招 这片地狱 发生了大爆炸 变得混乱不堪 丁铃铃 交锋几十招之后 陆铭用出了天邪之灵 接着主宰之门也飞了出来 向着金岩镇压而去 灵魂攻击 对我无效 给我破 金岩长笑 神力迸发 如金刚一般的身体 居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辉 毫无疑问 金岩也修炼了体制秘术 而且火候达到了金人的程度 配合他的天赋 威力之强 令陆明都不得不重视 说实话 金岩的战力 的确要比雷一强一劫 雷一 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天骄 只是运气好 早了几十年进入龙祖母星 在大量资源的帮助下 将修为本源神力因子 本源秘术 修炼到高深的境界 但是其他的就很普通 比如神力的运用 比如体制秘术 或者其他辅助秘术等 都很一般 而金岩不一样 他原本就是顶级的妖孽 不仅修为本源神力因子 本源秘术强大高深 体制秘术 辅助秘术等 也高深无比 他的修为虽然也是神君六重 但是战力绝对在雷一之上 换作与雷一大战前 陆敏恐怕还不是金岩的对手 正面对战 会落在下风 但是如今 他十一种神力全部五次巨型 加上斩断了第二道枷锁的主宰之门 就未必了 轰 轰 双方的攻击 持续的碰撞 不断的爆炸 不过最终 两人还是难分胜负 转眼间 又交锋了几十招 而这时 剩下的几十只巨大的螃蟹 已经全部被猎杀 各族天交的目光 望向了陆明和金岩的战场 有些恐怖的存在 目光开合 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动手拿下陆明 不过在这时 忽然有人向着龙宫的方向冲去 对了 龙宫 走 别被人抢先了 出发 顿时 各族天交 纷纷向着龙宫方向冲去 对比与一人足大能一个条件 明显还是龙宫更吸引人 有些人本来想对陆明出手的 但一看到其他人冲向龙宫 他们也只能放弃 纷纷冲向龙宫 轰 陆明与金岩对了一招 双双后退 小子 有些实力 现在有事 赶日斩你 金岩说了一句 连忙也向着龙宫的方向冲去 陆明目光闪了闪 最终没有继续动手 想要击败金岩 很难 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之前与雷一大战一般 耗时间 消耗对方的神力 而且金岩的防御力 明显比雷一更强一节 想要杀他 会更难 所以 陆明没有继续动手 也向着龙宫的方向冲去 众人用出了权力 急速飞奔 想要赶在其他人之前 冲进龙宫 获得机缘 吼 就在这时 一声大吼 然后前面陡然出现了一条庞然大雾 这是一条海蛇 但是太过巨大了 庞大的身躯蜿蜒起伏 看不到到底有多长 他张开嘴巴 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爆发 飞在最前面的一些天骄 发出惊恐的大吼 想要后退 但是他们发现 根本退不了 他们的身体 向着海蛇的嘴里飞了过去 不好 动手 杀了这条海蛇 这些人怒吼 各种攻击爆发 剑光 刀芒等 纷纷向着黑蛇斩了过去 但是他们的攻击飞出之后 被那股吞噬之力影响 变得无力 落在海蛇的嘴上 根本破不开对方的防御 这些天骄发出绝望的大吼 疯狂的挣扎 但是无用 一个接一个 被海蛇吞入口中 该死 该死 其中有一个青年 极其强大 疯狂的大吼 疯狂的挣扎 他如一个璀璨的太阳一般 居然挣脱了海蛇的嘴巴的吞噬力 要冲了出来 这个天骄 绝对是三十几年前进入龙祖母星的 一身战力 甚至不比金眼弱 而且擅长速度 刚才飞到了最前面 眼看 这个青年要挣脱出来了 但是下一刻 一道红光一闪 从海蛇的嘴里面迸发而出 众人看得清楚 那分明是海蛇的舌头 海蛇舌头一闪 向着那个青年捡了过去 那个青年怒吼一声 用出了全部的力量 双手披展出一道璀璨的神光 锋利无比 可惜 斩在海蛇舌头上 却没有将之斩断 第3646张配置毒药 海蛇的舌头 如一条软边一般 席卷而出 速度如闪电一般 那个青年虽然强 但根本逃不掉 直接被舌头缠绕住 用力一乐 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 那个青年大口吐血 露出绝望之色 救我 快救我 青年凄厉的惨叫 但是 根本不可能有人救他 因为其他天骄 早就疯狂的后退了 不要说救了 连停留都没有一个人敢停留 鹿鸣退得更快 脚踩灭风之靴 早就跑出很远了 开玩笑 那条海蛇太恐怖了 这种气息 鹿鸣曾经多次感受过 不用怀疑 这完全就是准黄的气息 那条海蛇 就是一条准黄级的存在 这里的天骄 虽然强大 恐怕里面还有神君七重的妖孽 但是不要忘了 这里是深海 海蛇的地盘 就算那种妖孽 对上准黄级的海蛇 也只有死路一条 嘶嘶嘶 那条海蛇嘶吼 舌头一卷 那个青年就被卷入最终 消失不见 然后瞪着巨大的眼睛 向着众人追来 逃啊 众人玩命的飞逃 有多少力量用出多少力量 当然 一些修为高的 速度更快 跑在前面 那些修为低的 却落在的后面 不要 救命 救命 你们不要跑啊 我们这么多人联手 未必不能一战 跑到后面的那些人 凄厉的大叫起来 但是 谁理他们 联手一战 也未必能对付的那条海蛇 就算能杀死对方 也不知道要陨落多少人 谁愿意陨落 所以 根本没有人理会 秋 这时 海蛇的心红的舌头 又伸了出来 如闪电一般 席卷而出 有几个天骄 直接被缠绕住 发出了绝望的嘶吼 但是无用 海蛇舌头一卷 就将他们吞入口中 跑在后面的那些人 汗毛炸力 差点下尿了 哭爹喊娘 你给我到后面去 忽然 有人出手了 对身旁的一人出手 一脚将对方踹到后面去 啊 你卑鄙 那人怒吼 不过这样一来 也提醒了其他人 这些人 跑不过前面速度快的 也跑不过海蛇 但是只要跑过其他一些人 活命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 后面的那些人 纷纷出手了 向着身旁的人动手 或者 向着前面一点的人动手 你赶 狗砸碎 你找死 一片怒吼声 还有厮杀声 后面这片区域 乱成了一锅粥 而一些被轰到后面的人 被海蛇一卷纷纷吞入口中 该死 该死 逃啊 后面的那些人 亡魂接冒 拼命的爆发速度 就这样 他们很快飞出了海沟地带 还好的是 他们众人一飞出海沟的时候 那条海蛇 就不再追击了 冷漠的眼睛扫了众人一眼 然后缓缓地退了下去 退回海沟之中 消失不见 呼呼呼 泡在后面的那一批天骄 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发现浑身都是冷汗 刚才真的吓死了 刚才逃跑的过程中 起码有上百个天骄 被海蛇吞了 见海蛇退走 众人又跑了一段路 才停了下来 而陆明没有停留 一直跑在前面 见没人的时候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藏身 现在该怎么办 那条海蛇太强了 准黄境的修为 而且还在这深海之中 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龙公就这么放弃吗 众人议论 很是不甘 要让他们就这么放弃龙公 实在不甘心 没想到 通过一层层海兽的阻击 最后还有一条 强大的海蛇阻路 不如我们发到梦幻空间 问问各族的前辈 有没有办法吧 有人提议 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 然后 他们将刚才的事情 发到了梦幻空间中 果然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有人称 这种海蛇 叫做噬龙蛇 最喜欢吞吃神龙 在神龙族全盛的时代 这种海蛇几乎被灭族了 被神龙一族猎杀 没想到 守护龙公的 居然是一条噬龙蛇 同时 有老辈人物给出了建议 以龙族母心内 现在众人的实力 是很难战胜 一条准黄境的是龙蛇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毒 让万毒族炼制毒药 然后去抓一些龙人族 或者真正的神龙 将毒药放在对方身上 是龙蛇子喜欢吞是龙族 龙人族身上有龙族血脉 是龙蛇感应到 肯定会吞吃 这样就可以将这条是龙蛇 毒死 这是老被人物给出的建议 让许多人眼睛亮了起来 你们万毒族 可有都要能毒死是龙蛇的 有人看向了一些身穿花花绿绿长袍的种族 万毒族也是洪荒万族榜上的一个大族 擅长用毒 他们的毒 非常可怕 让人闻风丧胆 是龙蛇很奇特 刚才吞噬了那么多个天骄都没事 想要以毒毒死对方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身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毒药 一个万毒族天骄道 什么 没有那样的毒药 其他人都露出失望之色 虽然我们身上没有那样的毒药 但是我们可以配 我万毒族这里有三百多人 联手配的话 肯定能配置出来 不过需要一些时间而已 一个万毒族天骄道 需要多少时间 许多人眼睛又亮了起来 一个月族以 万毒族的天骄道 好 那我们分头行动 你们配置毒药 我们去抓龙人族 最好抓两条真正的神龙来 好 走 最后 各族天骄分头行动 一部分人帮助万毒族的人寻找配置毒药的材料 一部分人 出去抓龙人或者神龙 众人的计划 路民用梦幻神域 都看在眼里 居然要去抓龙人和神龙 路民摇了摇头 不过 并没有有什么举动 虽然 他对龙人族和神龙 都很有好感 但是他能力有限 不可能都救得过来 时间飞快流逝 大约半个月后 那些去抓捕龙人和神龙的 就有很多人返回了 哈哈 抓到了一条八爪神龙 一个青年大校 却是金刚族的金眼 第3647章独翻是龙蛇 此刻金眼化为几万米高 在海底行走 浑身金灿灿 他的一只手掌中 抓着一条神龙 八爪神龙 这一条八爪神龙 身躯不断地扭动着 不断地挣扎 幕后不已 但是根本无法挣脱 他与金眼的修为相差太大了 一条八爪神龙 哈哈哈哈 太好了 那是龙蛇看到 肯定会吞了他 这一下成功率大大的提升 许多人大笑 八爪神龙的血脉更加浓郁 自然更加吸引是龙蛇 相信是龙蛇看到八爪神龙 肯定不会错过 接下来半个月 不断有人返回 不过没有人抓到神龙 如今 龙族母星出现的神龙 都是当年被龙族强者封印的龙族天骄 至少都是八爪神龙 数量不多 他们隐藏起来 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 不过 龙人族 倒是抓了不少回来 一个月到的时候 万毒族的人也返回此地 怎么样 毒药炼制的怎么样了 有人连忙问 放心 已经炼制好了 而且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一口气炼制了36颗 等一下多放一些龙人族进去 每个身上都放一个 以防万一 一个万毒族天骄道 随后 众人开始准备 在龙人族 还有那条八爪神龙身上放置毒药 这些龙人族和八爪神龙 都被控制了 动弹不得 难以反抗 毒药放好 然后开始安排投毒之人 那些羞为弱的 自然是不敢去的 最后选了一批羞为高身 又擅长速度的人进入 这些人 准备齐全 身上带着各种宝物 都是对速度有加成的 比如能加快速度的福音 加快速度的神器等 准备齐全 这些人拎着龙人族和那条八爪神龙 重新冲进了海沟 其他人静静的等待起来 成败在此一举 不久之后 就看到刚才进去的那些人 急匆匆的冲了出来 怎么样 有人连忙问 我在里面布下了一套阵棋 可观测到 一个青年说完 拿出一块玉符 玉符发光 然后一幅图画浮现出来 幽深漆黑的海沟中 八条八爪神龙和龙人族 被丢在了地上 位置 大概就是当初他们猎杀那些巨大螃蟹的位置 或者更里面一些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这幅图画上 能将那条是龙蛇吸引出来吗 他们没有注意到 鹿鸣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不远处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 悄然飞逝 忽然 黑暗中 一条庞然大雾出现 出现了 许多人心里一跳 那条庞然大雾 正是是龙蛇 是龙蛇的眼睛中 全是贪婪之色 盯着那条八爪神龙 还有那些龙人族 向着那边游了过去 接着 一条新红的蛇性席卷而出 一把将那条八爪神龙缠绕住 将八爪神龙吞入口中 吞入口中后 是龙蛇还不满意 张开大口 强大的吸引力爆发 将剩下的龙人族 一一吞入口中 好 众人大声叫好 然后继续紧张地等待着 那些毒药到底能不能解决是龙蛇呢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是龙蛇吞下八爪神龙和龙人族 才过去一分钟不到 是龙蛇就发出嘶吼 然后在地上疯狂地扭动 打滚 激起漫天泥水 海水震动 地面震动 就算他们距离这么远 都能清晰地感觉出来 许多人脸色苍白 还好距离这么远 那条是龙蛇的实力比他们想象的还强 是龙蛇不停地翻滚 足足翻滚了半个小时 动作才慢慢地变缓下来 到最后 无力地摊在地上 一动不动 死了吗 有人低语 露出疑惑之色 肯定死了 这是龙蛇的胃口大得很 将所有的毒药都吞了下去 就算它再强 也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万毒族的青年冷笑 非常自信 走 我们进去 看到是龙蛇已经被毒翻 有人忍不住了 向着海沟里面飞去 其他人也是如此 纷纷向着海沟里面飞去 生怕慢了其他人一步 路民也远远地跟在后面 很快 众人就进入海沟深处 看到了那条是龙蛇 是龙蛇巨大无比 不知道有多少里长 瘫软在地上 似乎没有了丝毫气息 地面上坑坑洼洼 出现了一个各长型的凹坑 好可怕的力量 有人低语 要知道 龙祖母星上的一切 都非常坚固 不是其他星球可比的 这是一个天地初开 就孕育出来的星球 而这海沟之中 常年处于强大的水压下 岩石变得更加坚硬 如神铁一般 之前众人与海兽大战 竟其落在这些岩石上 只能留下一条条轻微的痕迹而已 而是龙蛇 却将海沟搞得一片狼藉 可见这条是龙蛇的强大 嘿嘿 就算再强 在我万毒族的毒药下 也是死路一条 万毒族的众天骄很傲娇 来到是龙蛇身旁 冷笑地看着 其他人也纷纷从是龙蛇的头颅边飞过 就在这时 本来瘫软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是龙蛇 猛然睁开眼睛 然后庞大的身躯扭动起来 巨大的头颅 如一座小山一般 向着一侧的一群青年撞了过去 碰 巨大的轰鸣响起 那些青年 直接被撞得炸裂开来 陨落当场 一瞬间 骑马死了几十个个族天骄 特别是万毒族的人最惨 走得最近 刚才被撞死的 起码有大半是万毒族的人 赤发突然 其他人亡魂皆冒 啊 不好 是龙蛇没死 他刚才是装死 逃啊 各族天骄大吼 呲呲 赤龙蛇发出嘶吼声 巨大的身躯扭动起来 横冲直撞 同时蛇尾挥动 抽向一些天骄 炸裂声不断传来 不断有天骄陨落 挡住 杀 有人大吼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轰向是龙蛇 这片区域发生了大爆炸 海水激荡 最终被挡住了 许多人眼睛一亮 大家不要慌 这条是龙蛇中毒很深 零有多少力量 是强母之末 我们联手 定能将他斩杀 有人大吼 是一个头有着两个狼头的生灵 第3648张神龟妥垫 庄头狼族 红荒万族榜一个极其强大的种族 此人也是三十几年前进入龙族母星的 实力极为强大 羞为堪称恐怖 达到了惊人的神君七宠 他两个狼头大吼 有神光从口中爆发而出 将是龙蛇的攻击生生挡住了 许多人一看如此 都是眼睛一亮 不错 这条是龙蛇 的确虚弱了很多 战力比起之前 差了很多 要是之前 双头狼族天骄 绝对挡不住 而现在 却能挡住 一起联手 杀了他 金刚族金炎 也停了下来 神圣金刚拳 金炎大吼 身体变大 神光璀璨 双拳连续轰出 海水炸裂 可怕的全境 轰向是龙蛇 飞雪见绝 傲含刀光 瞬间 各种恐怖的攻击 纷纷向着是龙蛇轰去 所有的天骄 都联手了 各种攻击 组成了攻击洪流 微能无比的惊人 终于 是龙蛇抵挡不住了 被轰的翻滚了出去 身上的鳞片被击开 出现了一条条伤痕 攻击他的头部和要害 双头狼族的天骄 大喝一声 他化为一条巨狼 有着两个头 速度非常快 在空中跳跃 冲到了是龙蛇头上 口中迸发出两道神光 轰击在是龙蛇的眼睛中 直接将是龙蛇的一个眼睛轰爆了 是龙蛇嘶吐出蛇信 想要圈中双头狼族 却被他轻易的闪开了 是龙蛇实力的确下降的很厉害 攻击速度慢了一大截 已经跟不上双头狼族的速度 是龙蛇发出不甘的嘶吼 但是结果已经注定 万毒族的毒药 的确非常厉害 让他身受重创 而且药力持续发作中 他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 结果已经注定 在这么多天骄的围攻下 是龙蛇身上全是伤口 几分钟之后 是龙蛇重重的瘫软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气息 这一次是真正的死了 该死的畜生 万毒族的人愤怒不已 双手连挥 不断有毒气 从是龙蛇的口鼻冲了进去 刚才是龙蛇猛然惊人 起码有几十个万毒族的天骄陨落 让他们无比愤怒 不过其他人可懒得管 在他们看来 万毒族的陨落的越多 他们的竞争 就会更小 此刻 已经有人向着龙弓方向冲去 走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也纷纷飞了进去 当然 这一次 众人小心了很多 在身前布下了虫重防御 谁知道里面 还有没有危险 要是再跑出一条是龙蛇 那岂不是要吐血 不过 他们多虑了 接下来 没有一点危机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海沟深处 但是 他们到了这里 都停了下来 这就是龙弓 有人疑惑 之前 他们在远处 能看到一角的宫殿 等他们走进了 依然只能看到一角的宫殿 是的 真的是宫殿的一角 其他部分 都埋在了岩石之中 只露出了一角 难道龙弓 被埋在了地下 看起来 很有可能 看来是要我们自家挖掘了 这里的岩石 可是极其坚硬 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显然 这一幕出乎众人的意料 这龙弓的大门 还真不好进 动手吧 有人道 不想等下去 要开始挖掘岩石 等一下 忽然 有人叫道 怎么了 有人询问 我感觉不对劲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地面在震动 一个耳朵特别大的青年道 这是大耳族的一个天骄 地面在震动 许多人露出疑惑之色 但是更多的是凝重 他们知道 大耳族的人 天赋异禀 听力强的惊人 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 非常细微的动静 后退 有人有些怕了 直接后退 其他人也跟着 后退了一段距离 轰轰轰 Tiger 这时 沉闷的声音 传来 这一次 所有人都听到了 退 众人在退 因为 他们感觉轰鸣声 就是从脚下传来的 下一刻 轰鸣声越来越响 接着 地面上 出现了一条条裂痕 裂痕越来越多 很快就布满了地面 轰隆隆 砰砰砰 巨响不断传来 地面炸裂 岩石飞溅 然后 一座巨大无比的电雨 拔地而起 龙宫上升了 龙宫要出现了 许多人惊呼 露出惊喜之色 没想到 不用他们自己挖掘 龙宫就自己出现了 这太好不过了 但是马上 所有人的声音 戛然而止 所有人 包括陆明 都不由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前方 准确地说 是盯着宫殿下方 巨大的宫殿下方 出现了一只 巨大无比的生灵 这是一只乌龟 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 不知道有多大 在乌龟的背上 便是龙宫 传说中的龙宫 居然坐落在一只乌龟的背上 最关键是 这只乌龟 还活着 睁开双眼 望向了陆明等人 所有人的肌肉 不由地紧绷着在一起 仿佛心跳 都要停止了 传说中的龙宫 居然是建立在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背上的 那么 这一只乌龟 该有多么强大 这一刻 各族天骄 脸色难看得要死 不用说也知道 这只乌龟 绝对强得难以想象 恐怕吹口气 都能全灭在场的众人 众人紧绷着身体 一动也不敢动 大气都不敢喘 至于逃走 不存在的 在这等存在面前逃走 那无疑是找死 也不可能逃得掉 不过 巨型乌龟 好像对众人没兴趣 他驮着龙宫 出现之后 就继续趴在地上 闭上眼睛 没有一点动静 仿佛化为一块巨大的岩石 众人面面相去 但总算松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 难道这乌龟 不管我们吗 也许 他特意出来 让龙宫现世 就是要让我们进去 有这样的事情 众人疑惑万分 但是一时间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的 开玩笑 现在上去 太危险了 众人看着前方的龙宫 场面一下子僵持下来 所有人都等着其他人上前 去试探一下 但是谁那么傻 第3649张空的龙宫 就这样 僵持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人动 这样吧 我操控毒虫 上去试验一下 终于 有人忍不住了 依然是万毒族的人 万毒族的人 一般都会养一些毒虫 带在身上 可以以毒虫对敌 好 试一试 其他人眼睛一亮 然后 一个万毒族的青年一挥手 出现了十几只毒虫 什么蜈蝎子蜘蛛都有 十几只毒虫 向着龙宫飞去 抓刷刷 其他人 很整齐的向后狂退 万毒族天骄 在众人紧张期待的眼神中 十几种毒虫 进入了龙宫的范围内 迷失 那只乌龟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仿佛真的化为了一块石头 可以看到 龙宫的大门是打开的 十几只毒虫 爬进了龙宫大门之中 消失不见 那只乌龟 依然没有动静 真的可以 我们可以进去 有人眼睛发光 但是依然还是不敢上前 再放两只虫兽试试看 有人提醒 毒虫 毕竟只是虫子 虽然能进去 还是不安心 最终 有几人放出了虫兽 有些人 会收虫兽带在身边 关键时刻也一起战斗 几只体格巨大的宠兽 血气充沛 冲进了龙宫大门 依然没事 看来真的没事 走 富贵险中求 怕这怕那的 如何修炼 终于 有胆子大的忍不住了 收敛气息 向着龙宫大门冲去 很快就冲进了大门之中 依然无事 真的没事 走 这一下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纷纷冲向了龙宫大门 陆明河跟在人群后面 冲向了龙宫大门 龙宫 巨大无比 不知道占地多少里 就算只是一个大门 都大的惊人 他们冲进大门 和一粒尘埃没有分别 没有一点异常 他们成功地冲进了大门之中 大门后面 是一条条巨大的走廊 分别通向不同的方向 刷刷刷 身形闪动 各族天骄大片地向着不同的走廊冲去 此刻 不是没有人发现陆明 但是比起陆明 他们对龙宫的宝物 更感兴趣 各族天骄 很快消失在巨大的龙宫之中 陆明也选择了一条走廊奔行而去 龙宫的房子 巨大无比 这应该是和龙族的体型有关 所以修建的很大 一座座殿宇 大殿 一套连着一套 陆明一连冲过了几套电雨 但是失望了 什么也没有得到 哪有什么宝物 偌大的龙宫之中 什么宝物都没有 怎么搞的 什么都没有 这是龙宫 骗人的疤 我草 许多人骂骂咧咧 估计结果和陆明一样 什么也没有得到 并非被人杰族先登了 因为有几个宫殿 绝对没有人进去 陆明进去后 什么也没有发现 众人不甘心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龙宫 难道要空手而回 众人继续向着龙宫 深处而去 也许 龙宫里面有宝库呢 所有的宝物 都收在宝库之中呢 众人继续寻找 但是几个小时后 众人失望了 什么也没有 翻遍各地 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是一座空的龙宫 龙宫后方有发现 走 快过去看看 许多人向着龙宫后方冲去 因为刚才有人在梦幻空间发消息 说龙宫后方有了重大的发现 陆明自然也看到了 也向着龙宫后方而去 弯弯绕绕 不知道绕了多少座宫殿 视野突然开阔起来 一片空地 出现在陆明眼前 这片空地非常大 一眼望不到边 而这时 这片空地 已经汇聚了大量的人 各族天骄 都来了 众人细细打亮着脚下的空地 陆明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片空地 非常奇特 地面上 有一条条纹路 这些纹路 弯曲不成规则 却又互相交织 形成一幅幅奇怪的 图案 就像是乌龟背上的图案 这应该是一幅阵法 有人做出结论 什么样的阵法 有人问 类似传送门一样的阵法 只要打开这个阵法 就可以去到一个地方 之前那人道 类似传送门一样的阵法 许多人眼睛一亮 他们都想到一个地方去了 龙宫宝库 没错 龙宫内 什么也没有 会不会所有的宝物 都被转移到一个地方了 而大门 就是眼前的这座阵法 这个大阵 能够破开吗 有人询问 需要一段时间 应该不难 一个青年回答 这里的天骄 来自洪荒宇宙各大种族 各自擅长的都不一样 有些种族 就很擅长阵法 好 那就开始吧 众人道 有些迫不及待了 然后 一些擅长阵法的 开始研究阵法 刷刷 忽然 身形闪动 有几道身影 将陆明团团围住 陆明 你还真的赶来 之前没空离你 现在 给我死吧 金言冷漠开口 声音中 蕴含浓郁的杀鸡 另外几人 也都是金刚族的顶级妖孽 其他人的目光 也纷纷看向了这边 接着 身形闪动 又有几人冲了过来 强大的气息 将陆明笼罩 这小子 是我的了 其中一个长着八条手臂的青年冷笑道 这也是一个顶级天骄 三十几年前进入龙祖母星的 如今达到了神君六重镜 实力不比金言弱 此人也带着几个强大的族人 围住陆明 也好 这小子实力不弱 你我联手 把握大一些 金言道 钻我一份吧 又有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一个皮肤绿色的青年走了过来 此人一看就知道是一根藤蔓 他的头发 是一条条藤蔓 如一条条小蛇舞动 陆明曾经击杀了一个藤蔓族的天骄 此人 是要为那个藤蔓族 祖报仇了 这个也是一个顶级的强者 三个顶级的强者 还有另外十多个妖孽高手 将陆明稳住 周围 还有其他顶级高手 如那个双头狼族 并没有参与 这些人 恐怕不是不想参与 而是要做山官虎斗 做收鱼翁之力 毕竟 一人足大能的一个条件 没有人不心动 第三千六百五十张破阵之法 陆明脸色冷了下来 这些人 真当他是软柿子 任意揉捏吗 杀 忽然 陆明出手了 脚踩灭风之靴 向着一个方向暴冲而去 璀璨的枪王向着那个方向似去 肩下手为强 不过 金言等人 早就做好了准备 陆明一出手 金言等人也出手了 轰轰轰 强大的气息爆发 金言等人 浑身都是璀璨的光芒 这小子要逃走 挡住他 不要让他逃走 幕后声响起 金言 还有那个藤蔓族的高手 向着陆明扑杀而去 恐怖的全境 还有一条条翠绿色的藤蔓 向着陆明缠绕而去 轰 陆明直接祭出了主宰之门 挡在身前 金言和藤蔓族添交的攻击 落在主宰之门之上 主宰之门不断的震动 但是主宰之门现在好歹也是斩断了两条枷锁了 成功的挡住了金言和藤蔓族添交的攻击 趁此机会 陆明身形一转 冲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丁灵灵 冲出的过程中 天邪之灵响了起来 天邪之灵的灵魂攻击 弥漫八方 金言等三个最强高手 还没有什么 但是其他人 动作却是一将 这样一将 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秋 秋 霸神枪化为两道璀璨的枪芒 刺向了两个多臂族的天骄 多臂族 有些有四条手臂 有些有六条手臂 手臂越多 天赋就越高 陆明刺向的两个多臂族 都是有着六条手臂 天赋很强 有着神君四重的修为 是最近进入龙族母星的顶级妖孽 但是 面对现在的陆明 却不堪一击 扑扑 两声轰鸣响起 雪光四溅 两个多臂族的天骄 直接被击杀 陨落当场 该死 那个有着八条手臂的多臂族妖孽 怒吼一声 他的八只手掌 都散发光辉 每一只手上 都迸发出一道可怕的攻击 杀向陆明 威力强的惊人 陆明震动霸神枪 不断的对抗 此人真的很强 陆明全力爆发 也只能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而这时 金言和藤蔓族的那个天骄 也杀了上来 其他人退后 辅助攻击就可以了 金言大喝 在场的 只有三位顶级高手能与陆明大战 其他人上来 很可能被陆明击杀 所以金言扔其他人夺远点 只要出手干扰陆明就可以了 几个金言族和多臂族的青年急速后退 要拉开和陆明的距离 而金言三人 则发起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 杀 陆明全力催动主宰之门 主宰之门上 出现一个漩涡 里面传出巨吼之声 然后一条布满鳞片的手臂 探了出来 向着金言抓去 轰 金言一拳轰出 与主宰之门中的手臂对了一招 紧接着陆明挥舞霸神枪 一枪刺向金言 连续两道攻击 将金言破的向后倒退 陆明成绩一冲而过 不陪你们玩了 陆明淡淡的声音响起 急速拉开和金言等人的距离 面对三个这样的高手 陆明的确不是对手 但是他想走 凭借灭风之靴的速度 对方也拦不下他 可恶 有种不要走 金言怒吼 你们傻还是我傻 你们三个神君六众的人 围攻我一个 还要我不要走 你们还真是添交呢 陆明将添交两个字 咬得特别中 充满了浓浓的嘲讽 这让金言几人 脸色有些难看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忽然 一道叫声响了起来 众人寻声看去 然后都是一愣 只见 刚才被陆明击杀的两个多壁族添交 倒在地上 他们的鲜血流了出来 被地面吸收 地面上 那些纹路闪耀起血红色的光辉 仿佛活了一般 我知道了 这个阵法的破解方法很简单 只要鲜血浇灌就可以了 之前破解阵法的一个青年叫了起来 众人心里一震 只要鲜血浇灌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 很简单啊 阿提格 忽然一声惨叫传来 原来 有人忽然动手了 杀向身边的一人 该死 你好大的胆子 飞鱼族的人 去死吧 你偷袭 你卑鄙 大乱 一下子就爆发了 剑场的各族添交 来自各个不同的种族 许多种族彼此之间都是有仇的 之前为了共同的目标 而且其他个族在边上虎视眈眈 才没有动手 而此时 得知破阵的方法是鲜血浇灌 有些人忍不住了 直接动手 杀向有仇之人 用你的鲜血 来开启大阵吧 用你妈 用的你还差不多 杀 给我去死 剑场 陷入一片混沦当中 众人激烈的厮杀在一起 惊言 多壁族添交几人 也停下了对陆明的自己 和自己的族人待在一起 避免被其他人击杀 因为 有些可怕的妖孽也出手了 另外有些可怕的存在 本来也想趁机对陆明出手的 现在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一场混战 大量的各族天骄被击杀 这么一会 就死了上百人 这些人倒在地上 鲜血流出 被地面吸收 尖血 沿着地面上的那些纹路流转 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当所有的纹路 都有鲜血流转的时候 所有的纹路都贯通的时候 忽然 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整块地面 都在发光 甚至 有轻微的震动声 大阵要开了 有人大叫 许多人连忙霸占 向着周围撤退 但是 有些人杀红了眼 既然在厮杀 一副是要击杀对手的模样 卡擦 地面发出卡擦的的声音 那些纹路 似乎要裂开一般 同时 有炙热的气息弥漫而出 这股炙热的气息 非常灼热温度高的惊人 许多人感觉浑身要燃烧起来一般 这一下 那些还在厮杀的人 不敢继续厮杀了 纷纷罢手 向着周边冲去 来到了没有纹路的地方 那些没有纹路的地方 一点都不炙热 很奇怪 这时 地面上 已经变得火红一片 仿佛火焰在燃烧 片刻之后 轰的一声 地面直接炸裂开来 然后 一个漆黑之中带着火红色光辉的通道 就这样出现在众人眼前 再次炸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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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Sakura